美股、日股、以至台灣和首爾股市 這輛民流大跌 日經指數星期一跌超過4,400點 創始上第一大的指數跌幅 環球媒體都提到 和日元拆倉活動有關 而美國飛蒙數據越來越都有 又為什麼大家突然變得要憂慮美國衰退呢? 想要跌市求生 先上一堂普遍班 理解投資界講到哪裡? 要理解日元拆倉 首先要提回套息交易 所謂套息交易 即是投資者和低息貨幣借錢 再轉換成高息貨幣 賺取當中息差 在過去兩三年 美國等西方國家 調加息壓抑通脹 令到當地債息上升 美國三年和十年期債息 在這輛市場波動前 都有4厘甚至4.5厘的回報 相反 日本還要靠量化寬鬆 來刺激經濟和比開通縮 美日息差拉闊 套息交易的空間就會擴大 借日元買美元成為穩賺的交易 也有很多投資者利用這個機會追逐美元資產 令到資產價格近一兩年不斷攀升 而日元貶值令到借日元的成本就不斷降低 在這個正向循環之中 近期出現兩大轉變 首先是日本經濟和通脹反彈 在日本央行加息的空間 日本上星期加息到0.25厘 還宣布減買債的時間表 令到日本債息回升 日元匯率走強 相反 美國失業率意外升到4.3% 更加觸發衰退境號薩武法則 薩武法則由聯儲稿前經濟學者薩武提出 他留意到過去70年的數據 當美國失業率3個月移動平均線 鋪出近12個月的低位半個百分點 經濟就會衰退 在衰退憂慮之下 你要大幅減息的預期升溫 回到肚息交易 當日比息差收窄 日元升值 借日元的成本就會提升 美元的相對投資回報就會下跌 令到他們要倒轉以往操作 即是日元拆倉 買出資產 退出日元淡倉 形成另一個新循環 就是日元升 風險資產回落 在星期一大跌市之後 外界正在此重新收集數據 分析這一輪日元拆倉到底結束了嗎?